你在他身上是昏睡觉做什么 你是希望他多睡一睡 养一养精神 还是凤九得了什么重症 再咒一句小白身染重症 我就打得你身染重症 敌君 你终于出来了 多谢二皇子 罢了 先让小白去休息 小九怎么了 冰块里 为何你竖着出来 小九却是横着出来的 烟池物 你那御林院是否有温泉 有 怎么了 你我的住处换回来 今晚你去疾风院睡吧 你跟我过来一下 我 我刻意造出这么个时机 让你二人共处一室 说些小话连一连情意 劫后余生嘛 正是素钟情的好时候 这种时候呢 美人最是脆弱 稍许温存 即可拿下 这种关键时刻 你招我进来做什么 你在他身上 使昏睡觉做什么 你是希望他多睡一睡 养养精神 还是凤九得了什么重症 再咒一句小白身染重症 我就打得你身染重症 那你这是为什么呀 他因为我 受了很多苦 他本不该受这些的 你是东华帝君 像他这样的小神女 爱上你这样的尊神 多一些坎坷 不是应该的吗 你干吗生出这么多惆怅啊 苗洛除了遗留在魔族的血泪外 还有一缕原神红旗 一直被封在小白的凤女画印记里 苗洛的画像 在阿兰惹之梦中 拿走了那缕原神 还伤了小白 什么 这可是妙医院 连宋 你去召集犯引谷各族郡网 护送所有人出谷 让烟尺物即刻返回魔族 通知续养 务必守护好血泪 若让渺若得到血泪 妙医院关不住他 是 即刻就去 天坤那里 还需你斡旋一耳 放心 你是要亲去妙医院 是 还有一件事 也要烦请你 这几十万年不见你跟我客气 你非要在这个时候跟我客气吗 是不是跟凤九有关 这些事 不要让她知道 她在进入阿兰惹之梦前 就身受重伤 好不容易在梦中休养好了 却因为渺若拿回原神 又再度受伤 她似乎遇到我 就一直在受伤 敌军 天族接受繁衣谷中人 魔族守护好血泪 渺若的事我来应付 至于小白 暂时先让她好好休养 过一阵再说吧 这几十万年铁书不开花 一动情 怎么动得这般刻骨铭心 往常你三分法力 倒喜欢嚷嚷 如今六分法力在手 倒喜欢装乖了 可惜本军早已不奈你这点把戏 既然你喜欢 便成全你 小白 你受的伤 我都会替你还回去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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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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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生生世世都不再分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